目前市面上的流感药物都是在病毒感染人体之后才开始发挥作用 美国的科学家最近研发新型的药物 有望在病毒入侵人体细胞之前就将它给拦截 为预防以及治疗季节性流感带来了新希望 据报道这种药物的作用机制是阻断病毒进入人体呼吸道细胞 具体来说它针对的是A型流感病毒表面的血凝素 血凝素是一种蛋白质负责帮助病毒附着在细胞上 研究人员指出虽然这种新型药物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和测试 才能进行人体临床实验 但它最终有望帮助预防和治疗季节性流感 与疫苗不同的是这种药物可能不需要每年更新 这将是一大优势 研究团队之前发现了一种名为F0045的小分子 它可以与H1N1型A型流感结合并抑制其活性 但效果有限 为了提升药物的效力 研究团队使用了点击化学技术 对F0045的化学结构进行了优化 设计出具有更加药物特性的分子 并增强其与病毒的特异性结合能力 经过多次优化和测试 研究团队最终开发出了一种名为化合物7的抑制剂 其抗病毒能力比F0045提高了200多倍 未来研究团队计划继续优化化合物7 并在流感动物模型中进行测试 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中天中望 专利报道